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外交部長王毅到訪了伊朗 中國和伊朗簽署了為期25年的合作協議 但是與此同時 激發起當地民眾的強烈反中情緒 第二宗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就引述了美國高級官員的消息指出 說白宮經過了兩個月的評估以後 就認為 中國真是有可能對於武統台灣動真格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中醫簽署 這個合作協議的情況 在上星期 英美加和歐盟就分別就新疆議題 制裁中國官員 在隨後 外交部長王毅 展開了一年七日 到訪中東六國行程 昨天他去了伊朗 他跟伊朗外交部長查瑞夫會面 簽署了中醫為期25年的合作協議 官方的伊朗通訊社就報導 說這一行是綜合性的合作協議 可以在不同的經濟領域深化中醫的雙邊關係 將會為整個中東地區開創4000億美元的年度貿易額 而這個合作路線圖 包含了20項條款 涵蓋政治 行政合作 人民和文化 司法安全和國防 以及區域和國際等的面向 但是 那些報導 完全沒有提及 這一項中醫合作協議的任何具體內容 換言之 就連當地的民眾 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簽了什麼協議 實際上來說 伊朗政府一直都被當地的反對派和民眾質疑 前總統 艾哈麥迪內賈德 曾經指控伊朗政府 說他們秘密地 跟中國展開合作協議的談判 但是 人民是完全不知情的 就算現在簽了也好 其實也是不知情的 究竟具體的條款是什麼 一直都沒有交代過 而伊朗的外交部長查瑞夫 在國會裡面 也遭到那些反對派的強烈質疑 就說他究竟有沒有 在這個中醫的合作協議裡面 隱藏了什麼的秘密條款 當時這個查瑞夫部長 曾經承諾那些反對派的議員 說一旦中醫合作協議的細節敲定了以後 他就會公開來宣布 當然啦 下節目前為止 都是流於吹水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簽了什麼 只有什麼面向 具體條款是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 由於現在簽了什麼 民眾也是完全不知情 導致在昨天 Twitter上有很多伊朗用戶就表態 有些流行hashtag就出來了 包括了要中國滾出伊朗 另外有些貼文也得到了風傳 比如說 伊朗人民反對和中國達成任何協議 另外有一張漫畫就是波斯灣 被長城圍繞禁錮等等 足以反映到 其實伊朗的反中情緒 忽然之間強烈起來了 當然啦 其實這個情緒 就局限於那些人民而已 政府就相當親中的 那麼這一種這麼吊詭的情況 都不僅是伊朗發生的 比如說較早之前 泰國也是這樣 很多民眾就是不喜歡中國的 又在Twitter上搞什麼 奶茶聯盟 諸如此類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反映得到 根本上 有些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合作 往往那個經濟成果就不能夠 遺及得到一般的民眾 那些人才說會走出來反對 如果經濟成果是能夠全民都分享得到 到其實就算你有什麼秘密協議 秘密條款 秘密內容也好 會走出來很大聲疾呼反對你的人 聲勢一定就是很薄弱 就不像現在 在Twitter上不斷風傳 證明得到根本上 那個為及得到的人 往往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些民眾沒有份 沒有份自然就會質疑 你為什麼那些東西那麼不公開透明 他有份的時候 他就會隻眼開隻眼閉 他沒有份分的時候 肯定就是會鬼咬的 好了 其實這個中醫合作協議 也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因為呢 上個星期 英、美、加和歐盟 才說就著新疆議題 制裁了幾個中國官員 好了 好像在一個四面楚歌的情況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就出訪 中東六國 終於取得了成果 就是跟伊朗合作了 所以呢 現在根本上 已經分成了兩大陣營 新冷戰的格局 就已經開始成形了 之前一直說 中美新冷戰 新冷戰 不是只有兩個國家 一定會有其他國家去埋班 才能形成新冷戰 當然 站在中國那邊 就有三大巨頭 除了中國以外 還有俄羅斯和伊朗 當然還有一大堆一帶一路的倡議國 包括了匈牙利 南斯拉夫 就是這個塞爾維亞 都是站在中國那邊的 問題就是 到底歐盟的取態是怎樣的呢? 經歷了新疆棉花的事件以後 其實呢 歐盟就慢慢被中國推翻向美國那邊 本來美國就是有五眼聯盟去支持 但是 歐盟的取態 一直都是相當曖昧的 甚至乎在去年年尾 還達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共識 當時應該是中國和歐盟近年關係最好的時刻 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 關係就變了急轉直下 因為歐盟又制裁中國 中國又反制歐盟 結果 就搞到變成沒完沒了 只會慢慢把歐盟推翻過去美國那邊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去看看金融時報那篇的爆料 他們就引述了一個美國的高層官員指出 說中國對於台灣的態度 似乎正在從滿意維持現狀的時期 走向更加焦躁 和更加偏向測試底線 對於統一概念 蠢蠢欲動的時期 這名官員還說 這個是拜登政府 評估了中方在過去兩個月的行為之後 所作出來的結論 當準備進入習近平第三個任期時代之際 令到美國憂心的支柱就是在於 中方就將對台的最高進展 視為 習近平個人執政的正當性和政績的重要指標 這名官員還指出 似乎中方 已經準備好 沒有更大的風險 台灣的多位國安官員就說 他們擔心有兩個時間點 是會使得中方覺得有必要對台灣展開動作 一個就是明年確認習近平 連任第三個任期之際 第二個就是在2027年 中共建軍100周年那一年 但是整體來說 台灣的官員就認為 中國升高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是有的 但是就沒有立即發動攻擊的跡象 到底中國武統台灣這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逼在眉睫 其實有部分美軍的將領都認為 中共對於攻台的威脅 可能就會發生在未來的六年之內 但是正如金融時報引述那位美國高級官員所說 就說這個對台進展可能是視為執政的正當性和政績的重要指標 就更加肯定了一件事 如果大陸 對台沒有必勝的把握的時候 基本上就不會貿貿然動手 所以現在目前肯定是處於一個備戰階段 如果現在動作會成功的話 應該已經動作了 未動作反映著 其實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因為大陸武統台灣其實是只許勝不許敗的 因為贏了的話當然 正如美國研判所說 就是能夠有一個政績出來了 就能夠增強得到執政的正當性 但是萬一戰果對於大陸是不理想的時候 多多少少就會損害了管治權威 所以在目前來說 肯定不會短期之內發生什麼事 因為根本上還沒準備好 當然在大陸方面 一定會積極備戰 加強軍備 以及軍機出巡的次數 肯定會越來越多 但是就不代表會有即時危機 而且大陸一定會顧忌一件事 究竟在武統台灣的時候 第三方的國家會不會介入呢 而且那個介入是會以一種什麼形式來介入呢 到底是主動介入還是被動介入呢 這個積極介入還是消極介入呢 是會向他提供軍備 或者是純粹後勤的支援 還是直接連軍隊也去買呢 根本上大陸也是要研判這些事 而且前幾天有一個消息傳出了 就是日本共同社的報導 就說美日防長會談的時候 罕有地討論到 一旦台海發生突發事態的時候 日本的自衛隊和美軍就會共同協防台灣 當然這不是官方所發佈的訊息 而是一個媒體的報導 但是空月來風就未必無因 在大陸能夠完全排除美軍參與這個介入之前 日本又想插一隻腳 就令到情況更加複雜了 大陸要考慮的因素又多很多了 所以我就認為 台海在短期之內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機會 就不大 好了跟著我們又去看看 其實早兩天 美國和台灣就簽署了一個叫做海巡合作 當然這個就是標誌著 美台之間的合作 是正式化和恆常化 也反映著 即使在拜登上台以後 美台之間要深化合作這個大方向 是沒有變 這個美台的海巡合作備忘錄 是非軍事本質 裏頭就說到 要設立一個美台海巡工作組 促進雙方的溝通 建立合作和分享資訊 又要確立一個美台的共同目標 包括就是要保存海上資源 降低非法 未報告和不受規範的漁業活動 以及就是要參加海上聯合搜救任務 所以這個就是非軍事本質 但是 往往 一些合作都是以非軍事本質 就開了個頭 在繼續深化合作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再有其他的協議出來 就有待觀察 同時有一件事就很吊詭的 雖然這份美台海巡合作備忘錄 是由兩個非官方的單位來簽署的 分別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以及就是 台灣駐美代表處 但是裏面所簽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 官方的合作 因為你不可能找到一個海巡團隊 是非官方 你一定是官方的 所以來講 它就是用了非官方的名義 其實所做的合作 就是官方的合作 而且這個替約時機 就選了在大陸的海警法實施以後 那麼究竟這個 美台海巡合作 是不是 回應著大陸的海警法呢 我相信是有這個意味的存在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